今日指数走势全天在线分化,创业版纸单元下挫跌于2%,一样,白酒的大香味板块集体杀跌,市场人气表现低迷,近40只个股跌幅超9%,市场价版率高起。 截止收盘,互指报2870.06点,跌0.12,百分好,成交额1460亿,深城指报9181.94点,跌1.23,成交额1807亿,创业版报1559.64点,跌2.19,成交额567亿。 盘面上,国企改革板块延续强势表现,锐泰科技,月阳新肠,东方高业等多股涨停,深圳市国资委进一步明确明年国资国企获改目标。 深圳本地股移动,深中华A强势四连板,深桑达A直线充板,高铁板块走强,紧细车轴,湖南天燕,间铁股份,香河失业,鼎汉技术等多股涨停。 每年大健康,被指用冒牌医生体检,回应称遭遇黑公关。 以报案,每年健康跌停。 消息面,一,多的推进重点项目基建投资步伐或加快。 在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,确定为要不短板分扣进会民生,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之后,多地相继召开重点项目投资工作推进会。 不少省份还在近期发布不短板重点项目投资计划。 分析人士认为,下半年基建投资步伐或会加快,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、省政公共服务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方面。 与之相配合的是,今年1.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速度将加快,二,退市步入全覆盖中落实新阶段,退市新规要向标志A股退市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步入新阶段。 即全覆盖,退市对重大文法情形,基本实现全覆盖,重落实,强化交易所主体责任,凝取各相关主体,配合做好退市的相关责任。 一直以来,退市难是A股市场的一大顽疾,致敬不出或致敬少出,不仅容易资深吵差,吵小的不良投资文化,而且扭去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,消解了资源配置效率。 退市难,一方面是制度设计不够完善,一些退市情况未能纳入其中。 另一方面是执行难度大,利益纠葛多,特别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,和投资者保护的压力较大。 三,7月券商集合理财发行份额创新低,随着此管新规落地,券商集合理财发行规模,出现明显回落。 7月份以来,发行份额创6年来新低,同时,集合理财产品新增被按数量也大幅缩水。 同比下华近期成,数据显示,今年7月以来,券商公发行集合理财产品487支, 环比下降9.5%,同比下降54.4%,发行份额仅22.99%,一份,创下2012年3月以来大月新低。 4,7月IPO过汇率回升至年内测高,随着存量企业的不断消化,IPO验色湖已从高峰时的900家降至300家左右,逐渐渐低。 7月份米上汇数将达22家,相对于6月份环比增长1.4倍,进入了2018下半年后。 审核开始提速,过汇率也正在逐步提高,但并不意味着颜色标准有任何松动,把审委关注重点仍在财务真实性,持续盈利能力,关联交易,规范性等三方面。 大盘短期降跌至这里,今日两次行情延续上周的囤势,虽然大基建板块,银行股等权重股早盘发力,驱动上正指数一度摸高至2900点整数大瓜。 单创业板的破位下跌严重打击市场人气,个股大面积下跌,将早盘多头的努力化为乌有。 盘面上,油改,高铁,水泥等板块涨幅之前,西藏,医疗器械,生物疫苗等板块跌幅之前,目前是典型的硬跌回调行情,虽然指数下跌力度较小,但个股操作机会不多, 个股普跌局不活远,在连续被爆炒之后,金运帝在超跌股大幅分化,大基建,国企改革概念,就成了两时为数不多的亮点。 近日国央起改革这条主线陆续发散,地方性的国改概念股被爆炒,演变成国企改革炒地图行情,随着轮番炒作后,市场如没有新的逻辑主线, 短期恐将跌至20日线2820点,在展开新一轮上攻,虽短期航行持续下行,但当前,A股估值已处于历史低位。 低估值带来高安全边际,市场在反复磨底之后,人会回到基本面主导轨道上,后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热性,对市场的支撑,以及中暴披露期,对企业盈利增速的确认, 大盘有望再度震荡上行,随着IPO过汇率不回升叠加,上周五证监会关于退市制度决定发布,市场短期谨慎情绪将再度占据上风,短期还需谨慎操作。 机会方面,目前来看,仅有国企改革主题持续性较好,建议投资者短线关注流动性充沛叠加国企改革概念的超跌个股,仓位保值在半仓左右为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